凤林分局瑞穗分助所接获宜兰郊席分局投诚分助所转报 有一名理性女子因为感情的因素有情深念头 独自驾车来到花莲 而警方还有家人透过手机定位在瑞穗市区找到了女子 经过远景安抚情绪柔性劝说 理性女子最后也打消了情深的念头 安全地度过情观 接到宜兰郊席分局的转报 要在花莲茫茫人海中寻找因情观难过 而动起情深念头的理性女子如大海唠针 凤林警方透过了手机定位科技 在瑞穗市区中正南路段找到了理性女子的下落 你现在人还好吗 你先帮我熄火好不好 对啊 你先靠边停一点 要帮我熄火好不好 独自从台北驾车的理性女子 向远景表示心情不佳 想出走散散心 远景耐心倾听陪伴 也柔性劝说 最后理性女子终于打消了亲身念头 远景等她心情平复后 协助理性女子与家人联系报平安 对啊 你先带你回去派出所好不好 可是我没事啊 对啊 但我们还是要做个程序 然后跟你的家人说一下 就确保你的安全啦 这样 散心没关系啊 但是你可能讲一些话 可能他们会误会 他们会担心啦 对 我没事啊 不然怎么会拍那么久 对啊 但是有时候就是家人会担心 对对对 铁正正的汉子也展现平日少见的柔情 及时挽救一条宝贵的生命 理性女子的家人也万分感谢警方积极处理的精神 风陵警分局肯定远景 也呼吁民众若遇到困难 应寻求协助 除了可以拨打110报警协助 亦可拨打1980张老师热线提供心灵辅导 避免因一时冲动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